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 目前巴勒夫坦确切的说是哈马斯 跟以色列的冲突 或者说是战争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九天 目前以色列军队是已经有先头部队 已经是打进去了 包括空军也是在持续的轰炸 目前打击哈马夫的据点 已经是超过了250个 昨天做节目的时候 这个数字好像是在150个 今天又涨到了250个 那么这过去这九天可以说是非常惨烈的 惨烈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做一个对比 在2014年的时候 加沙地区曾经打过仗 那个时候打了是51天 但是现在只打了9天 已经造成的伤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2014年打51天的伤亡人数 可以说现在的战况特别的惨烈 而且这里的死伤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很多都是平民 因为这个炮弹一砸下来的话 它是不长眼的 有很多平民被波及的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战争 美国肯定是要参与进来的 你不管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前几天是美国的福特号航母 已经到了东地中海 在那地方作证 或者说是指挥还是干嘛 来了来战场的 然后继第一艘航母之后 第二艘航母 艾森豪威尔号也是即将抵达东地中海 目的是什么呀 说是为了禁止扩大战争 在战争层面是为了威慑整个中东 你想想当初台海闹危机的时候 那也只是美国的第七舰队 现在的一个以色列 一个地中海来了两艘航母 你可见目前的局势紧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美国的利益 从欧洲的利益来说的话 他们最怕什么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个中东国家呀 整个伊斯兰世界呀 怕他们凝成一股绳 所以说啊 此时此刻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单位 比如说航母战斗群 进驻在地中海 来威慑住那些中东国家 像黎巴嫩 叙利亚 埃及这几个国家 本来都是跟巴勒夫坦啊 穿一条库服的 关系非常好的 这本来就是死对头 那么同时呢 还要防止另外几个国家 比方说沙特 阿拉伯 卡塔尔 迪拜 巴林 这几个国家呢 跟美国的关系呢 可以说是比较友好 关系再好 但是从信仰来说 他们跟埃及 跟叙利亚 跟黎巴嫩 又同是一个信仰 所以说目前的局势啊 这个盟友啊 朋友啊 随时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啊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说一个团结的伊斯兰世界 整个中东凝成一股绳 符合他们所有人的利益的话 他们有可能是背叛美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进驻两艘航母战斗群 就非常的有必要 现在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攻击啊 一些先头部队 已经是打进去了一些特种部队 而且呢 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拔掉了哈马夫的一些据点 也是缴获了很多武器 其中包括很多反坦克火箭炮 据说这些缴获的武器弹药 占整个哈马夫武器供应的五分之一啊 百分之二十左右 先头部队已经打进去了 但这也只是了以军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 现在以色列军队的主要兵力 还都在外围集结训练模拟演练 正在为全面进攻做准备 即使现在还没有全面进攻 整个加沙地区已经是惨烈到什么程度了 以前在聊中国话题的时候 曾经说呀 如果战争一打起来 中国的石油储备能够坚持几天啊 你是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等等等等 就是说战争一旦打起来 这个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掉 这个商业供应一旦被破坏掉 物资的消耗是十分惊人的 马上就会出现短缺 特别是在加沙地区 有着超过210万的人口 这打了9天啊 这么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 已经是资源全面的枯竭耗尽 哪些耗尽啊 汽油啊 有些人有私家车 你去加油 已经加不上油了 除了汽车加油 还有其他的 你比方说什么汽油发电机啊 还有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场景 也需要用到一些燃油啊 包括医院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部门 需要一些燃料燃油 已经全面耗尽了 有医生已经吃在电视台大声疾呼了 说我们医院的燃料只能够支持5天了 这5天之后燃料一旦耗尽 那些医院的器材 我们去个医院都知道什么CT检查了 什么这个机器 那个机器了 什么X扫描了 什么呼吸机了 等等等等 全部都要停摆 到时候会造成大量的那些病患的死亡 这是能源这一块电力供应呢 也基本上是停了 水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已经基本上没有水了 加州地区呢 虽然说靠海 之前呢 也有那个海水淡化工厂 但是那一座海水淡化工厂建了好多年 到最后只运营了两年就被迫停摆了 也没有水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 不会活超过三天 210万人呢 没有汽油 我可以徒步啊 没有食物也能够扛个一个星期 但是没有水只能够活三天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希望这个国际救援组织啊 能够赶快做出反应啊 在这里啊 关于这个国际救援啊 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去站队了啊 不管说是美国救援也好 联合国救援也罢 或者说是俄罗斯救援 或者说是中国救援 或者说是伊朗救援 咱们就不要去讲这些国家是独裁了 是民主了 是好了 是坏了 是黑了 是白了 只要他们能够给加沙地区送物资 送食品 送水 这都是好的 此时此刻意志形态 我认为已经是不重要了 如何能够保住那些平民 他们不遭受更多的伤害 这才是最主要的 如果这些加沙地区的平民 不得到一些基本的救助 咱们就不说妥善的安置了 什么叫妥善的安置 给他建好这个什么难民营 把他们都给接过来 有完善的医疗保障跟食品供应 这叫妥善的照顾 别说妥善了 基本的照顾 哪怕说你一个运输机过去 你空投一些食品 你空投一些汉堡 空投一些矿泉水 这是基本的供应 如果说这些救援不做的话 等到以色列重兵集结 全面进攻 不知道又会造成多么大的人道灾难 打击恐怖主义 打击哈马斯是十分有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尽量的减少平民的伤亡 以色列进攻加杀 我前两期的节目 我说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你战了之后 你就不要走 那些哈马夫的头目 动不动都是几十亿的身家 你把这些头目全部都给定点斩杀 给处理掉 他们的资产是存在美国的银行 还是存在瑞士的银行 把他们这几十亿 十个八个就是几百亿 把他们资产给拿出来 用这几百亿去建设加杀 马上就能够立竿见影的 改善整个加杀地区人民的状况 前提是以色列你占领了 你就不要走 但是我刚刚我又看到新闻 听到拜登是怎么说的 拜登呼吁这一次以色列进攻加杀 你们只要消灭哈马斯就可以了 这一片土地是巴勒夫产人的家园 你们不能够占领 打完哈马斯你们还要撤走 我一看到拜登说这句话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不想解决问题 这就是治标不治本 看到拜登他睡眼朦胧的去说那些话 我就感觉你这是拜登自己本人的意思 你还是你的幕僚团队的意思 还是民主党的意思 还是背后那些大老板的意思 我这段时间我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 彻底解决问题 就是要么一方把另外一方彻底的 以后就没有人报仇了 要么就是一方彻底把一方打伏 我把你打伏之后 你归于我的信仰 你归于我的国家 然后我这个国家在财政拨款 再去建设这片土地 去达到另外一种生态政治文化 这样也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说对于加沙地区 你以色列你要是站了就不走 你在这地方你搞建设 建医院建学校 建技术设施建设 也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也不想说这个了 说着说着感觉 我好像又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了 去制作话讲 没人听我的 我说了也没有用 只是我个人那些观点 现在的战争 有点局部要扩大的意思了 因为现在北方的黎巴嫩 有点按捺不住了 在边境地区 黎巴嫩也在打炮 以色列也在还击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的艾尼哈威尔 第二艘航空母舰也过来了吗 干嘛呀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 现在才打了九天 就是明显能够感觉到 这个世界大战的几率呢 又增加了 怎么去定义这个世界大战 就是除了两个国家参与的战争之外 又有其他很多国家参与进来 那目前我们就看到的是两大阵营 一个是欧美基督教跟犹太教的阵营 一个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他们的阵营 这是两大阵营 如果说黎巴嫩卷进来 然后埃及再卷进来 说到埃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是访问了埃及 希望能够稳住埃及 你埃及你不要参与 或者说你仅提供一些什么人道主义援助 在加沙地区的拉法口岸已经是展开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了 那是埃及 如果说埃及也加入进来 埃及 巴勒斯坦 黎巴嫩 然后还有叙利亚 这四个国家一旦卷进战争 一旦以国家机器 以政治的方式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吗 我出兵了 或者说我提供军事支持了 那么美国这边可能也要对等的扩大战争 不仅是以色列的军队 可能一些联合国 你不管是维和部队也好 还是一些正国军也罢 可能也要对等的参与进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倒逼卡塔尔 巴林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就会倒逼这几个国家 你得站队了 你得做选择了 你不能够再站在中间地带了 如果说这几个原来跟美国友好的国家 他们跟美国撕破脸 然后融入他们的伊斯兰大家庭 那世界大战可能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 我去 我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中东各国 他们都是重要的产油国 你看卡塔尔跟阿联酋 他们卖石油 可以让整个国家都变得非常富裕 我跟你说 现在世界上几个富裕的国家 你不要光看欧美 巴林 卡塔尔 阿联酋 这几个国家 都是属于世界上非常富有的国家之一 包括像卡塔尔全民免税 卡塔尔整个国家的居民根本就不会饿肚子 国家都给你包了 我卖石油 我都给你包了 如果说到时候战争一打起来 我的石油 我卖给谁 跟真的跟欧美国家为敌了 石油卖给谁 他们这些国家会出大乱子 然后美国跟整个欧盟也会出大乱子 欧盟 这二十几个国家 本来都是一个平油国 没有什么能源的 包括我这边的西班牙 它没有石油 天然气从阿尔吉利亚去进口 过去这几年油价涨了快一倍了 如果说世界大战真的开打的话 油价可能再涨了两倍三倍四倍 谁知道 对我们所有人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所有人都得为战争买单 在这里 我们还是希望战争 尽量的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 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战争离了很远 那是中东的打仗 跟我中国没关系 有些人说我是在欧洲 中东打仗 跟我在欧洲也没关系 说是没关系 到时候油价涨几倍 你每个月的生活支出 也要涨几倍的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扛得住 不要美化战争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最新消息咱们及时做节目 好吧 好吧 这期节目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发言 其实没有ポイント